之前蘇師傅為大家介紹了六個生肖 今天蘇師傅繼續跟我們說 另外三個生肖 好像還沒說最旺桃花的生肖 或者最差的生肖 會不會是今天介紹的三個呢? 這三個有兩個就是了 真的?我們首先說熟久吧? 熟久吧 熟久是怎樣呢? 熟久,事業排第十一 感情排第十一 好像慢慢聽 但不用怕 原來感情排第十一是什麼意思呢? 容易感情變化 因為熟是代表感情、住屋、事業都要變化 變化不一定是壞的 因為結婚是變化 原來懷孕也叫做變化 你會留意 其實子女的生肖和父母 相熟的機率率很大 所以熟太數是特別容易有嬰兒 如果熟太數分手 當然排第十一,對吧? 所以兩極化 結婚、分手、或者懷孕 如果你是零的、單身的 就容易衝一段感情 所以雖然寫到十一 可能會有機會單身變化 沒錯… 所以要現場演藝才行 或者他沒有搬屋 搬屋又可能會好一點 沒錯… 本來平常我們叫人搬屋要留心 千萬不要找到選材相叮 因為八雲2024前 達明向東北和西南是最壞的方向 但原來九雲2024至2044 亂找都可以 因為他沒有壞的方向 亂找即是怎樣 隨便任何方向都可以 一定是好的嗎 不是,他又沒有最好的方向 所以… 因為2024之後 他要麼旺財不旺丁 要麼旺財不旺財 旺財則適宜收入不穩定 或者做生意,對吧 旺丁則適宜打工 特別現在找到要留意甚麼 廚房千萬不要對任何門 記住,廚房不要對大門、房門、廁所門 主要留意間隔就可以了 方向呢 喜歡哪兒找哪兒 喜歡哪兒去找哪兒去 雖然說北邊有水 那只是說樓價 跟住得好嗎?沒有關係 住得好嗎?就說 你住自己家屋的風水好嗎? 所以搬屋不要緊 事業方面要留意 如果你生在春夏天的 因為2022、2023應該一般 2024是短期內一年可以轉工的年 所以如果你浪費3月6至8月8日 2024很想轉工,可以轉 不然252627都不適宜 200到28的秋天 要麼要轉就快點轉 不然就不要轉 200之行 師傅,有沒有說 熟狗的朋友哪個職業會比較好? 最好處就是自僱人士 甚麼是自僱人士呢? 譬如外面自… 做生意,算不算自僱人士呢? 做生意就不算好 譬如我做醫生 外面是做診所的醫生 不是政府醫生,是嗎? 律師、會計、美容化妝、保險、 存銷,總之斷單計 譬如我也是 斷單計的工作 今天特別有利 做到貼費不過有好處 但如果收入穩定 打工的又加上今年充貸稅 充貸稅連是非特別多 又加上今年做得很辛苦 老闆也不想認識 但你剛才提到自僱人士 如果有些基層少少 駕駛的士的 那些也算是好 也算…多了…業職也好 經常做到長的大單 可能經常接完一個客戶 之後又收到電話 又接一下 好,那也要說一下他的健康 屬狗今年健康很一般 因為牛龍、羊狗這四個生肖 屬龍排第一要注意 屬狗排第二要注意 因為今年腹部腸胃消化 都特別差 尤其是今年農曆三、六、九、十二 這四個月特別留意小心飲食 便秘機率比肚子的機率大 所以特別容易 挺奇怪 之前訪問蘇師傅 今年其他生肖 都是特別在腸圍方面 為甚麼會… 因為12年生肖中 12年都有不同的主題 牛龍、羊狗是四疾病 SARS是2003,就是羊年 接著2021年就是疫情 是否是呼吸道為主 對,也不是 總之這些疾病年 經常有些奇怪的疾病出現 牛龍、羊狗是四疾病年 原來是鼠、兔、馬、雞 叫做四桃花 所以留意,如果你是鼠、兔、馬、雞 每三年說你有一次桃花… 誰會這麼好處 經常有桃花 原來有時就是這麼好處 另外那個是豬、虎、蛇、喉 叫做四撞車 原來那些撞車以外 撞火車、飛機 原來也有多一點 所以每年有一個主題 當然這個大事 我們小事 例如你熟狗 就真的留意自己的健康問題 就不是說有一個大的疾病 因為我們去到農年 2024、九人第一年 應該都是各樣東西 都稍微比較好一點 一定比2023好 好的,即是穩步上揚 未必是特別有一點是好的 總之平均的意思 怎樣都好過2023谷底 因為2023就算是熟狗 他沒事也好 因為社會經濟不好 也會影響他 因為熟狗2023是太歲想合 2024才衝太歲而已 為什麼要說2023呢 因為太歲想合 原來月份會移到今年4至5月6 那個月才結束 所以如果你熟狗 如果要把握感情 或者真的想結婚 原來上半年還有機會 如果到了九年… 過了一半那一年後就不好了 因為怕它衝不太穩陣 所以三排兩活 搞定它比較穩陣 如果要計劃一下人生 最好應該在6月之前 春天 春天… 夏天都已經遲了 旗則有變 好,師傅 也要補充多一點 急凶星是怎樣 原來急星是月空 月空是什麼意思呢? 逢凶化吉 可以發出空星的力 空星特別要留意 因為其實每年充替稅有個星叫大號 大號什麼意思? 大號是大破財 所以每年充替稅的生肖 都比較容易搬屋、買屋 或者到處去大旅行 所以這個大破財 不一定是百百破財 是充替稅的年份 每一個生肖都是特別容易用一筆錢 即是可能未必是不好的 沒錯… 可能會有機會置業 對… 可能是有錢去投資的意思 對,也對 好的